师父好 弟子给安石台长请安 你好 师父 这次马来西亚法会有五万人的大法会 你很发气吧 人越救的越多的话 法气越充满 真的是 我们看到那法会的照片也感到非常发气 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安石台长好好地学佛修行 救助有人共生 我们也感到发气 他们马来西亚的那些佛友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好 多少人进不来 多少人票子都拿不到 太好了 太好了 师父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问您一下 师父 女人这个湿气体寒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饮食注意什么 或者是加强什么经文呢 什么什么 没听清楚 就是这种女同修就是女同修不是山上湿气啊 湿气比较多 湿气啊 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湿气寒的话一般的说起来就是第一要经常经受一些阳光的照药 就是阳光啊 要照些阳光 背部要照阳光 第二 自己不能在太暗的地方待的时间太长 就是说 比方说在暗的房间里啊 工作办公室不见太阳的 或者怎么样 在家里啊 就是时间不能太长 每天要出去走两次 哦 然后呢 自己要多念大悲咒 大悲咒 而且要念那个 如意宝来王陀罗尼 哦 那念那个如意宝来王陀罗尼 他怎么祈求呢 祈求就是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正能量啊 就是保佑我身体好啊 就是阳光菩萨让我身体能够得到一个一个正的能量 就可以跟菩萨这么讲的 没关系的啊 嗯 好的 谢谢师傅开始